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三次遇见输扣 四部顶火电影 标杆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最近,王一博似乎活在热搜新片宣传,代言更新上 多次被无数网友讨论,被无数粉丝喜爱 在宣传完喜剧电影《温暖》后 王一博再次发布消息 官方公布了一位非常有名的新朋友 这就是书口的第三次代言 他出现在视频中,对自己的身材只字不提 对长相也只字未提被很多人夸赞 非常的惹人注目 他还附上了文字 第三次见面,我就在这里 每次见面都会有新的惊喜,加入我 开启一个二分之一的新世界 想起之前的四部电影 突然觉得很有意义 不是没有三四 而是三场相遇四部电影 让王一博在今年夏天发光发热 收获好评 首先,在四部电影中 我之前也说过 维和防暴队与黄景瑜合作 展示了中国的力量 当然换成我喜欢的肖战的男明星会更好 还有吴明 跟影帝梁朝伟搭档 虽然梁朝伟因为想往好莱坞发展 出演,上期的事情被很多人抵制 但他还是有不少的粉丝 还有足够的演技 而王一博在之前的预告里 将一个牧师之心的地下工作者演绎得很好 因为地下不能流露出自己的情感 一切国家至上 而王一博的牧师之心 也不是冷硬的石头 而是隐忍 折服 中国青年 没什么好说的 主旋律 王一博是有志青年 是当代的佼佼者 与张艺兴 周东宇搭档 演对手戏 演这类角色没挑战 没压力 绝对有信心 而最近官宣的热烈 却是十分有挑战 毕竟王一博可是一个高冷男孩 面对女生 面不改色 孤高到底 而热烈 是一部喜剧电影 要突出冲突 搞笑 对平时不苟言笑的她来说 是很有挑战性的 这也算是一种跨界 从偶像到演员 从古装剧到喜剧 很有挑战 王一博也真的敢于尝试 三次遇见 很浪漫 王一博不复初见 官宣的输扣 也很美好 强强联手 就看粉丝的购买力了 我也去下个单 毕竟洗脸是每天必备